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田梦瑶拥有沉鱼落雁之容 碧月羞花之貌 但无奈人为老 头发全白 远看就像老妇 为此田炳元为女儿请来了很多郎中看病 仍然无济于事 这让田炳元夫妇心里感到万分焦虑 却又无可奈何 一日 田梦瑶很想出去游玩 但因为担心路人看见她满头银发嘲笑她 于是她就裹了一个头巾 戴上贴身丫鬟就出门了 走在街头 田梦瑶一身奇怪的打扮 引来了路人的频频回头 正在这时 一个云游道士与田梦瑶打了个仗面 那云游道士盯着田梦瑶 说道 这位姑娘怕是命不久已啊 最多活不过三十岁 丫鬟一天道士出此狂言 怒道 你这臭道士 在说什么胡话 我们家小姐身体好着呢 云游道士哈哈大笑道 凡人之眼 又如何能看得出其中端倪 你家小姐若遇不到命中注定的有缘人 恐怕难逃结束 说吧 道士扬长而去 因为田梦瑶的这个怪病 即使田家家大业大 却无人上门提亲 就这样 田梦瑶一直蹉跎到儿立之年 都还没有结婚 看人镇有一书声名叫苏云龙 他自幼善读 希望考取公民光宗药组 无奈家境贫寒 只读了四年私暑 18岁那年 先生不忍苏云龙天资百百浪费 于是介绍他去田家给田梦瑶做先生 边赚钱边念书 老姑娘遇见一位英俊潇洒的先生 不禁放心安许 两人朝夕相处了半年 田梦瑶向苏云龙表白爱意 希望能与他成亲 往后做一对恩爱夫妻 苏云龙想 虽然田家小姐满头银发 年纪比自己大这么多 但长相还不赖 性格也挺温柔善良 若与他成亲 真算得上贤亲 其实 若不是田梦瑶得了这个怪病 许多名门望族看不上他 苏云龙是绝不可能有机会迎娶他为妻的 双方在父母的见证安排下 拜堂成亲 可是进了洞房之后 田梦瑶一个人坐在床头 孤零零地等待晴郎的到来 可是等了许久 也没有等到晴郎过来掀盖头 洞房内悄然无声 田梦瑶以为苏云龙没有入洞房 于是就自己掀开了盖头 却看见苏云龙坐在椅子上 手里拿着一本《论语》 认真地翻看 烛光照耀着苏云龙的脸 眉清目秀 面如观玉 突然之间 田梦瑶感觉他的脸似曾相识 但又记不得在哪里见过了 田梦瑶心里觉得很奇怪 到了洞房花竹叶之时 为什么新郎还迟迟不与自己圆房 莫非是在嫌弃自己得了怪病 年龄也比他大一轮貌 他预想心里越不是滋味 于是轻轻地朝苏云龙喊了几声 可是苏云龙好像装作没听到一般 依然低头读书 田梦瑶终于按捺不住了 快步走到苏云龙的身边 说道 夫君 现在已经不早了 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苏云龙抬头看了看眼前的田梦瑶 虽然满头皆是银发 但笑也如花 美貌绝伦 不过相视在即 现在也顾不了儿女情长了 他沉默片刻对田梦瑶说道 娘子 你先休息 我读完书后 再上床休息 说吧 苏云龙拿起书本就往书房走 田梦瑶一看急了 连声叫道 相公 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难道我们不远房吗 苏云龙却大声说道 大丈夫要以公民为重 岂能只顾儿女情长 要远房 也须等考取公民之后 田梦瑶一听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问他为何这般执着 苏云龙说道 我父亲原就是一个落魄的老书生 为了追求公民 从年轻开始 几乎每届科举他都参加 但就是考不中 从少年考到中年 再到垂垂老乙 等他变成一个将近五十岁的老翁时 可即便如此 他也从未放弃过希望 他现在病入膏肓 恐命不久已 心中唯一的遗愿 就是希望我能闲于翻身 阳明万事 光宗耀祖 所以我绝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 一定要礼于月龙门 苏云龙说明其中隐情后 田梦瑶也表示能理解他的心情 希望自己能做个相夫教子的好妻子 这时 田梦瑶突然感觉自己头皮发痒 心里隐隐作痛 猛的一想 今天是8月15月圆之夜啊 手部有网头发上一抓 满头银发痴痴猛涨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云龙 快拿剪刀来 苏云龙一看田梦瑶头上的银发 越来越长 就像一条条银蛇向他游走一般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飞快地跑到书房 从车梯里拿出了一把剪刀 只听得咔嚓一声 银发被齐齐剪断 这时田梦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扑倒在苏云龙的怀里 笑中带泪 说道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报复的青年 但你绝不能太过迂腐 未读书连妻子都不顾 今日是我30岁的生辰 以前我遇到过一个道长 说我活不过30岁 既然你不与我远访 那就让我来 就当是我要和你远访 田梦瑶抓紧了苏云龙的手 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身旁 苏云龙胸中激情荡漾 当天晚上 他便和苏云龙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不过 奇怪的是 一夜春宵之后 田梦瑶并没有中了云游道士的预言 说他活不过30岁 他不但活得好好的 连满头的银发也迅速转为了青丝 次日一大早 他从睡梦中醒来 苏云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妻子满头的银发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如瀑布般的乌发 苏云龙温柔地扶起妻子 还为他梳发 画眉 奇怪的是 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却十分娴熟 像是做了无数次一样 苏云龙为田梦瑶化好眉以后 忍不住紧紧抱住了他 这时 突然 两人面前出现一团青烟 青烟一散 一个长虚道士从青烟中走了出来 田梦瑶一见那道士 经叫道 道长 我们曾经相遇过 你怎么到我们这来了 那道士啰了啰胡须 笑道 自从上次我遇到你 就知你非同常人 后来悄悄跟踪到你府上 查探你的行踪 姑娘 我这有一面轮回敬 你看看你和你夫君的前世 就知道你为何今世会得此怪病了 说吧 道士从怀里掏出了一面古铜镜 他朝镜面吹了一口气 苏云龙和田梦瑶往镜中一看 一段前尘往事渐渐浮出了水面 原来 苏云龙生前是一个落魄的穷书生 叫长玉书 他有一个美貌妻子名叫碧姬 因为没有生活的来源 夫妻俩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 长玉书实在无法忍受贫穷的生活 当时 碧姬怀有身孕 长玉书狠下心来 发誓一定要考取功名回来光宗耀祖 否则绝不返乡 他不顾妻子的百般哀求 背上行李就去参加乡试 可是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中 他仍没有死心 继续坚持参加相试 终于中了举人 后来 长玉书按捺不住对妻子的思念 快马加鞭赶回家报喜讯 起料 碧姬竟因难产早已身亡 连胎儿都没有保住 长玉书闻此噩耗 心里十分自责 悲伤欲绝 接连数日茶饭不思 最终欲语而终 碧姬去世的那日正好是八月十五 狮兽被娘家人埋葬在一棵大柳树之下 她的魂魄怨念未散 与大柳树合为一体 化为了柳树精 虽然柳树精并未做过什么害人之举 但却遇到了一个叫法海的和尚 法海不管是好妖还是坏妖 只要是妖 她都赶尽杀绝 就在法海要将柳树精打得灰飞烟灭之时 幸好观音菩萨及时赶来 救下了柳树精 观音菩萨得知柳树精的遭遇后 非常同情她与长玉树 并向阎王爷求情 让她投胎转世为人 柳树精为了能找到长玉树 与她再续前缘 假装喝下孟婆汤 还扯下自己的一缕乌发 放入长玉树的惊魂 这样投胎转世之后 上天一定会注定他们再次相遇 过了三百年 到了后世 柳树精投胎转世为田梦瑶 而长玉树转世为苏云龙 只因前世柳树精将一缕乌发 放入长玉树的惊魂 因此到了后世 她一出生长满银发 而且每到八月十五月圆之夜 头发会疯狂地生长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田梦瑶与苏云龙步入洞房 成为了夫妻 只要两人远房 那缕乌发就会回到她的头上 她一头银发 也就会转为满头的青丝 得知一切真相后 苏云龙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 她对道士说道 前世我为了考取功名 不顾一切 辜负了妻子对我的爱 今时我一定要好好补偿她 其实功名利路都是过眼云烟 来日并不方长 健康地活着 和家人幸福地相伴着 就是最大的福气 后来 苏云龙与田梦瑶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让人甜蜜幸福 田梦瑶还为苏云龙 生下了一儿一女 苏去龙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重功名 后入朝为官 一生显赫 待到年老之时 她向朝廷告老返乡 与妻子过上了 神仙般的隐居生活 大多数人一辈子所追逐的 无非名利而已 但功名和财富这些东西 真的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如果执着于此 人的一生便失去了自我 必将沦为这些外物的努力 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真的是辜负了人生 人类最宝贵的东西 自然是灵魂和情感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当心胸开阔 心地善良 关爱家人 拥有真爱的人生 便绝对不会白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 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 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